平头男子手提着东西站在铁窗外 即便被住户驱赶大骂 还是呆呆站着不离去 原来两人是国嫂同学 平头男为了见初恋一面 时常守在门口 而屋内女子的身份 其实就是知名的灵性网红 性感火辣扭腰百屯 灵性网红经常在脸书分散影片 过去曾担任舞者也是showgirl 外形亮丽拥有不少粉丝 大家下午好 现在应该下班了吧 灵性网红开直播与粉丝互动 但日前她控诉 有国中同学毕业后经常打电话来 因为毕业会发全班通讯录 对方有了她的地址 有时还会在她家门口等了一天 气得揭开国中同学的骚扰恶行 像是偷鞋子乱打电话 对方还曾带毕业纪念册翻照片 只为了证明双方关系 吓得网红赶紧报警 但因为对方没有攻击行为 警方也无法逮捕 叫你拿走了没 叫你拿走就拿走了 放什么放 网红好无奈 从没想过以前发的通讯录 竟然害自己个资通通外泄 现在回家不敢出门 就怕被国中同学堵到 只能小心再小心 三地新闻大卫城林玉军 台北新闻报道